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五 年冠将至 很多小伴都在考虑入手什么样的二手机性价比会比较高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 就是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华翔北拿二手机器性价比到底高不高 手上这台呢是为深圳同城老粉丝在我们这边拿的第三台机器 这台呢也是一台美版卡地机 全新未激活未实用的 蓝色目前是拿货行情呢是在3450 如果是黑色粉色的话是在3400左右 如果说你很建议美版1415系列拆机开孔的话 也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原生态有卡槽的iphone13 这台呢也是一台美版卡地机 全新未激活未实用的绿色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25张左右 不包含其他任何费用 像市场 如果你收二手的1318的话 正常量级城市的话 拿货行情是在24张左右 手上再来呢也是为北京的粉丝在我们这边选择入手的一台美版卡地机14pm 128g 全新未激活未实用的机器 黑色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46张左右 如果说追求性价比颜色无所谓 可以考虑金色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43张左右 这边呢也是有个300左右的差价 1000多的预算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iphone12 128g 这台呢也是一台美版卡地机 二手标准亮机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18张到19张左右 64g的话差不多是在15张到16张左右就能搞定 机器配合qp解锁模式 也是三网通5G网络的一个机器 这台是一位山东的粉丝在我们这边入手的一台华为妹的40polo 5G版本8加256g纠成性的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36张左右 相比年初 现在的话差不多也是跌了个700左右 目前入手的话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款机器 芯片方面华为妹的40polo 采用的是麒麟9000处理器 6.76寸的双曲面屏 再搭配4400毫安的电视容量 不论是性能配置 续航各方面拿来当主力机 再用个三年左右 依旧没有任何问题 2000多的预算 如果不喜欢直面屏 我们手上这台华为妹的30 性价比也是不错的一台机器 5G版本8加1289层新 目前市场拿货行情呢是在2000左右 256g的话 持在2300左右 当然 这个是一个原机价格的标准 如果说你是要放心机啊 或者是修过主板的 这种的话 市场最少能便宜一个400到500 如果说你是小白想来华翔美自己拿华为的机器 个人还是非常不建议的 因为你自己不会看机器 万一被炸了 也没有地方售后 手上这款手表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华为手表 华翔北gt2polo 保时捷的一款手表 功能方面也是非常的多 不仅支持nfc门禁卡 同时呢还支持ai语音助手 还有高吸力无限磁吸 双击触摸亮屏健康监测等等功能 屏幕采用的也是1.45寸的无边界设计高清大屏支持60赫兹的高刷新率 这款手表的话也是目前华翔美品质最好的一款苹果s7 功能方面呢也是非常的齐全 屏幕采用超高清1.95寸的高清全面屏 语音助手nfc 碰一碰亮健康码 天气预报 无限磁吸 蓝牙通话这些都有 同时还有吸屏常亮的功能 而且手表呢 它还是可以设置独立闹钟 蓝牙耳机最新款 洛达1562e 品质非常稳定实惠 三代polo最好用的还是这款有降噪的最新款 月虎1562e 不仅降噪效果好 而且续航也很给力 四代最新款 洛达1562e 支持空间音频音质也很棒